大家好 我是魔鼠 這部影片將會教你就是如何玩懂 這個最新的寶可夢卡牌手機遊戲 首先啊 這款遊戲啊 他是以卡牌對戰為主檔 而卡牌對戰的最主要的核心啊 就是要抽卡包 不過寶可夢的這個PTCGP 我自己認為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開卡包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掛機 每8個小時就會累積卡包 對 那累積卡包就可以用來抽單期的卡片 無論說像是這一期的噴火龍 超夢或者是皮卡丘 他們都有自己就是自己屬於的排庫種類 那你可以就是點進去之後啊 然後去看一下他自己的配率是多少 去抽你自己是喜歡的東西 這上面都有很詳盡的顯示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我自己是個人推薦你可以去抽皮卡丘卡組啦 因為皮卡丘卡組啊 他目前是現在提完 那玩起來也是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皮卡丘EX真的還蠻厲害的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就是他這個累積的這個殺肉啊 是可以快速幫你去開到這個卡包的 等於說啊如果你有想要開卡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開封一包 或是直接使用到這個開封十包 然後去搭配到你的殺肉 或者是這個金塊去幫你去降到這個回合數 那我自己是幫大家實測過了嗎 你可能會想說開封一包嘛 他要花五個殺肉 那我在08分的時候用不就是虧掉了嗎 如果我這邊按一下喔 開封一包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邊直接幫你們實測之後 他雖然說降到00之後 但是他非常佛心的 他可以把最後的52分鐘補給你 那這個其實是你可以就是用卡片的背面去開包 開包的話他其實也會有一些特殊的特效 如果你有開出特殊的卡 他就會閃出紅光 那我這邊就快速的開 開到一張大嘴鳥 哥達亞跟毛龍文香勇士 那看完之後你就會獲得相對的經驗嘛 然後你的排庫也會去收集這個卡片 然後你開的越多你的經驗就越高 你又可以開更多卡 你的排越期你就可以去組更多的東西 所以這套這個遊戲他玩起來真的是比較簡單的特殊 你看我總計有226張卡片 然後我已經收集了159個 然後這邊直接繼續喔 有沒有看到我上面的那個數字 是剩下C小十零七分 所以都不用擔心啊 你的殺肉就是能用就用 那如果你為了省這個開卡包的時間的話 可以直接點那個一次開封十包 那至於要開什麼就前面有說了嗎 除了就是我推薦的皮卡丘卡包以外 剩下就是看你有沒有是有愛檔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你自己喜歡的 一页開始卡是在哪邊 像如果你自己比較喜歡噴火龍的話 你可以去選的這個噴火龍卡包 那如果你自己是比較喜歡的是超夢的話 你可以選這個超夢的卡包 然後這邊再額外推薦一張啦 就是噴火龍卡包裡面有一張的這個立甲 這一張真的是超誇張強 還可以讓一張超屬性的寶可夢回復50點血 可以瞬間把這個局面給打回來 是我認為目前訓練家支援者當中比較強的一張卡片 好那知道這個開寶寶的概念之後啊 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說 每天要解每日任務要怎麼樣解 每日任務這款遊戲真的是超級的簡單 我今天也已經解完了啊 通常來講的話 他的一般的情況下來講就是 你只要能夠一天開兩包卡包 就可以獲得兩點 然後玩一場的就是德卡挑戰 也會獲得一點 或是打一場的對戰 無論是打對手或是打電腦也可以獲得一點 只要一天當中有三點 就可以解完這個任務了 對這個每日挑戰就是那麼樣簡單 對那我今天是已經領了 可惜沒有辦法開的畫面給你看 但是你們要知道就是非常簡單 這這款遊戲可以完全當成是放置遊戲在玩 你知道嗎就是 放著8小時開一包 8小時再開一包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這個時間累積完的這個卡包啊 他是可以累積兩包 所以說你8小時過了 你不用馬上開沒有關係 就是他暫時不會爆開 他還是會去賭第二包的卡包 你可以等到一次兩包再來開 接著的話每天還要做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商店的部分 商店的部分來講的話 你每天可以在這邊累積 就是領這個每日禮物 除此之外的話就是商店每一個月 我猜是每個月會更行 你可以去買這個開卡殺肉 幾乎都是給他買滿的 那其實這個挑戰殺肉也是可以給他買滿的 等到就是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會把它給買滿 因為這個挑戰殺肉啊到時候就可以幫你去 選那個得卡挑戰你想要的東西 而剩下這種比較偏向收藏的東西 就是看你有沒有需要再去買 那這個支援卡也是 一開始跟我們拍不起 你可以考慮買 那如果你覺得沒有必要慢慢抽 也是可以 像我覺得比較偏向是慢慢抽的類型 那除了之外來講的話 像這個勳章啊 還有就是周邊東西都比較偏向就是 額外收藏的 所以沒有那麼迫切的需要 所以你只要每天今年來臨這個每日 以及就是把商店對話 你給他對話完 你的卡包就可以無限一直開下去 這點就還蠻不錯的 好再來的話我們就是要進入到 這是德卡挑戰的部分了 德卡挑戰呢 他總計會有五點的點數 你一樣可以使用到就是前面看到這個 金塊或者是殺肉去幫你去做到一個 回復的動作 像我直接用這個十個殺肉 我就可以回復到兩點 那你只要不要回復超過就是五點以上 他就不會移除 可以就是在這之中啊 去選擇就是其他卡包開封的擴充卡 隨機去獲得他一張 那一開始你可能會有點不知道 就是要獲得哪一張 我個人是建議啊 就是你就是直接去找 異化最多的 EAK是最多的 直接去換 雖然說他的代價是比較高的 就是你可能要花到三點的得考點數 但是呢 至少你在一開始還不清楚要什麼牌死 他是保證 未來比較高機率可以去用得到的 就算用不到啊 他那個看起來比較異化比較帥 你也會覺得說 喔有收藏的價值 那如果你心知道你想要組什麼牌組的話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說 現在其他你的朋友啊開出的東西 你有沒有需要 那通常來講的話 有沒有看到左下角有一個那個卡側的圖案 這就表示啊 這張卡片是你已經擁有的 你也可以就是點進去之後 如果你特別很喜歡這張卡 然後你可以點右上角這個 好想要把它點開之後啊 喔他就會就是特別提醒你 那到時候的話 再出現慢合怪神 你就很明顯就會看到 他有一個就是愛心的部分 然後像這個我們這個 美路美塔就也沒有也可以考慮 好我們可以來刷一下喔 到底有沒有異化的呢 那目前這邊都沒有異化 異化就會花比較貴 或是你如果特別想要就可以去換 看到了有沒有 這裡我少的兩張就是尼多王跟橘子獸 那這時候我就會比較推薦你可以去抽這個 尼多王跟橘子獸 首先一來就是你沒有卡他比較多 再來就是你有機會可以去拼到這個尼多王 而你得個德卡挑戰啊 你拿到之後你不會拿走他的那一張卡啦 對他就是額外複製在一張的 所以我這邊也可以建議就是 如果你有打一把對戰中外 有遇到就是說比較強的對手 或是你感覺他是很常開卡爆的對手 或是他運氣比較好 你就可以去加他好友 然後去抽他的卡 雖然說德卡挑戰的這個點數是不夠的 但我們可以使用沙漏 然後去嘗試去拿到這個尼多狼 所以我這邊直接使用之後 我們進入到這個挑戰這個擴充卡爆的階段 接下來就是靠賽的時候 拜託我猜 左下角尼多狼異化 左上角給我 啊 結果看到可達亞 然後他最後就會很過分的還公布給你看 就是說你到底你的尼多狼在哪 結果抓右上角 右下角他完全沒有寬位置 怎麼會這樣 完全沒有寬位置 然後你也可以給他一個謝謝 然後其他人也可以給你謝謝 當你朋友多了十 你獲得比較多的謝謝 你就有更多那個商店捲 可以幫助你更快換到就是 商店可以兌換到的那些殺肉等等的東西 所以德卡挑戰就是這樣子的玩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選項 第二個就是自己的卡片 自己的卡片可以去做到一個開關 這個是圖鑑模式可以看到就是說 哪些卡是沒有的 那比如說好了 我現在想要傑尼龜的進化型 卡米龜的再進化型 是這個水箭龜 但是我沒有我不知道要怎麼去獲得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會寫說 最強基因皮卡丘 直接點他 你就可以直接到最強基因皮卡丘這邊去抽 因為每一張可能他有一些些微的配率不同 有些可能是全部通用 有些可能是限定在某一包裡面的 所以你這個都要自己去分辨 再來來講的話 你可以就是選自己的 擁有勇持有的卡片 然後去選右下角這個分內 你可以用收集編號去分 你可以用收藏索性去分 用攜手珠去分 你可以去獲得卡片的順序去分 然後我自中覺得最好用的就是 按照卡片章數去分 因為呢 當你有一張卡多到一種程度之後啊 他兩張是牌組當中最多可以構成的嗎 就兩張 那如果你獲得了以上的卡片章數是 能幹嘛呢 你可以想說沒有什麼批勇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對換成特效 它就可以變成金閃閃的卡 像我們這邊可以用三張的阿伯蛇 跟50個這個 這個其實這個特效水幾乎是不會什麼花 所以可以隨意的花 我們真的犧牲了三張 然後我們獲得一個阿伯蛇 閃閃發光好不好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他還可以開出下一階 好不好 下一階就是再三張的阿伯蛇 他就會變成另外一種 惡能量閃閃發光 然後我們這邊還可以再開 反正因為我們那個排庫裡面 只要有兩張阿伯蛇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再換 直接變成一個惡能量阿伯蛇 還給你一個特殊的一個效果 有沒有 這個超好看的 這個真的是超讚 然後你又開下一階 又需要再三張好不好 我們開到最高 而且就會長這個特色 哇超帥 而且拍出去之後 還會有一些特別的 不一樣的內容跟效果 那每張卡都可以這樣 所以說你卡越開越多阿 都有一些相對應的好處 好的 那再來講的話 像收藏測客 收藏版這邊的話 就不特別介紹啦 他主要就是用來展示 用來秀你的卡 這到底有多強多帥多猛 好不好 你可以就是只放少少的卡 只展示你的強卡 也可以放一些就是很白癡的卡 都沒有問題 那收藏版來講的話 也是差不多的定義 可以給你的社群朋友看 然後他們就會去點個讚阿 點個喜歡 大概是這個樣子阿 我覺得他們 這兩個能力 對於新手來講 就是並沒有特別的好用 這兩個功能 對於新手來講的話 沒有特別的必要 所以最主要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牌組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去組牌 那首先來講的話 我們比如說我們想要組一套 格鬥系的牌嗎 然後記住的就是 你可以點上方 可以去改你的卡盒 改他可以獲取的能量 然後也可以去改 就是他主要的代表的卡片 這個都是比較偏向外觀的部分 你可以去改他的卡背 硬幣 以及對戰的佐點 那要怎麼編制呢 最主要的寶可夢卡牌 是由20張卡來組成一套牌組的 那我自己是比較推薦 就是屬性不要超過三種以上 除非你是玩什麼特別的體系 那通常純屬隊 是一開始形容最需要的 那這套就是格鬥的純屬 自己是認為啊 道具跟角色來講的話 你可以擺個 50 50 意思就是說10張跟10張 比較主流的牌組來講的話 有可能怪物只會選擇兩種 然後剩下全部都會擺到 這個是道具卡之類的 那有些卡就是真的是必放 你在構築方面的話 博士研究 必放滿 聳牌組在開服的時候 必放滿 好不好 超級誇張 還有就是這個 寶可夢球也是必放滿 這個就是完全就是 A4級倫克的概念 除之外來講的話 因為你要打一些戰術嘛 所以我也超推薦這個速度強化 前面的怪啊 你殘血不想要讓對面得到點數 你就可以直接撤退 撤退下來之後 你就會防止被對面得點 還可以去打一些戰術 以及就是商藥的部分 商藥的話雖然說他只能補20點血 但是如果他剛好啊 就差個那個10點或10點血 可以打10點的怪 你補下去之後啊 你就可以去多愛一次的傷害 或是多打一次的攻擊 所以我覺得商藥也是蠻重要的 最後 偏重要就是這張的那個板墨 他可以加10點的傷害 我也就是 不要讓這個攻擊多一次 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板墨也算蠻重要的 但是板墨順位就沒有像是商藥 跟速度強化那麼樣的高 為什麼呢?因為商藥嘛 你看 他是不20點血 然後這個是多打10 多打10 有可能剛好他是20點血 那你就無法打死他 所以他一張商藥 是可以克制你的板墨的 然後剩下就是 隨你自己喜歡去做這些 去放這些從者 那對戰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今天這部影片 應該不會到很詳盡的介紹啊 只會小小的介紹一下 看影片的長度 那如果要很認真介紹對戰機制的話 我們可能會在下一部影片對戰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然後我們再來 你可以是隨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組合 但是我自己用起來 我是沒有很推薦那件組合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好好去看一下 就是這些卡片的能力 然後再去做組合的部分 然後去構築你的卡片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主要是講這個介面的部分 大家如果有懂的話 我們再一次看的就是中間的這個 首先 未來是可以開放這個交換功能的 那我們目前是沒有 然後點左下角的朋友是可以去加好友的 如果你有很多好友的話 你可以去加越多 你可以去得卡開越的東西 我覺得這點是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加好友的話 也歡迎啊 對我這邊可以加滿到99個 但是滿之後 我覺得依序去看好友 所以歡迎大家去做一個收集的動作 以及就是你可以去看他人收藏 就是前面看到的這個收卡冊嗎 你可以去看 哇對面的卡到底有多猛多屌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艾莎公主的收藏 對他發了一張的一夜開始噴火龍 然後這個 有能力喔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超誇張 一夜開始噴火龍 跟一夜開始皮卡丘 跟一夜開始超猛 他們都有各自的卡牌動畫 超帥一個戰鬥的場景 哇 我覺得這個是寶可夢卡牌 手機版最厲害的地方了 因為他的那個 嗯 桌面版本啊 TC劇版本 就無法呈現出這些東西 有沒有 吸盤魔王 還可以看到是各種的卡片上的細節 噴火龍這一張真的是 完美的展現 他這個戰鬥的這個動感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家的大好在那邊秀卡 有沒有看到 各種異化 各種秀 這邊有一個 154點讚的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還有就是特殊版本的超夢一夜開始 特殊版本的皮卡丘一夜開始 太誇張了吧 這個 說沒有課金我真的不信啊 再來第四個按鈕來講的話 就是對戰 對戰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選擇就是全世界的打架 就是隨機對戰嘛 也可以跟朋友打架 朋友打架來講的話 這裡面就是 你們可以輸入同一組的密碼 然後去選牌組 進行就是更換 然後對戰的部分 他設計比較簡單啊 我會希望他未來可以去新增 就是可以觀戰的功能 然後在這裡也是同樣可以去編組人的卡片 或者是用作用牌組去對戰 你有時候就是可以用這種職務牌組 但是作用牌組要注意的就是 他只能用10次 他必須要蒐集到特殊卡的時候 他才給你一套的職務牌組 像是我這套麵花 就是有蒐集到麵花 一夜開始 他就會給你這一套 皮卡丘就是要蒐集到皮卡丘 一夜開始 他才會給你這一套 然後你解任務 你的牌如果不行 你可以用一些作用牌組去解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那主題牌組構築方案是未來可能才會退出 目前我會建議新手玩家 首要人物就是先去打單人對戰 把你的初級跟中級 全部的成就給他刷滿 他都會就是好好的教你怎麼打 還有教你怎麼去做一些屬性對客 然後牌組都不用到特別特別的厲害 或是完整你都可以打得過 就算一次刷不過 三個成就好了 你可以去分開刷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設計 是還蠻不錯的 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在精英對戰的時候 就真的是比較難了 精英對戰就是 你牌組的構成一定要有完整度 然後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你還要一定的靠賽 對手不能比你還賽 不然的話 要一次解完三個 或者是要打贏 都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你會覺得對手 稍微有點作弊 然後先說這些啊 分級對戰啊 他是都可以開這種自動戰鬥的部分的 他是難得 就是可以自動戰鬥卡牌遊戲 但是呢 自動戰鬥非常不靠譜 那寧願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都一次自己去解釋三個人物 都會比自動戰鬥還要來得好 這邊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跟推測 那剩下來講的話 就持有物通知禮物盒 跟這些其他功能 就是大家自己看自己研究了 他就沒有到那麼的重要 所以其實寶可夢他整體的介面啊 是比較簡單 走一個輕鬆了解的路線 讓他的規則跟對戰也是比較簡略優化的 最後呢 我就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對戰的部分 有一些細節 還是可以就是從對戰當中去做一個學習的動作 打開場的電腦給你們看 那這個是拍給就是還不懂 就是寶可夢對戰的人看的 沒問題 我也是想看他們 跳得到 快Вlo 才即使《取 precio才華》 他都沒有不理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